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假設你的最低限度的話 其實跟我們課程的設計也蠻有關係的 基本上就是說至少你一定要會函數 函數這個是最基本 而且相關的高階函數你可能要會 但是函數最大的缺點是說 它只能處理小量資料OK 但大量資料其實不太OK 第一個是函數 第二個的話就是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因為圖的話好處就是它視覺化 可以讓人家馬上一看就知道 它這個數據的重點在哪裡 它如果要做決策的話 或者它要做一些風險分析的時候 它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避開嘛對不對 但是問題你要怎麼樣最後可以快速做 我覺得樞紐分析圖是一個蠻好的功能 OK那最後的話就是期末可能重點就是那個VBA VBA其實會結合聚集的錄製等等的 那相關的因為需要知道的東西太多了 房間的書籍我想你們自己再去找 包三包百書館蠻多的 那只是說很多人看了書之後不見得做得出來 有沒有而且書上的知識 我覺得你要自己看書到學會 我覺得這一段步其實還蠻抽象的 有些東西看了半天 他很在講什麼 尤其是程式東西 所以我的重點是盡量 利用實際的上個範例 然後讓大家知道怎麼做 像上個禮拜這個範例嘛 其實主要怎麼 最後做出來就是清除掉有沒有 然後可以怎麼樣 可以按下一個按鈕 這個馬上出來 然後另外的話這邊可以把前期名的排出來 馬上出一個清單 然後另外的話這個格式也可以清掉 有沒有如果假設我的需求是 希望把那個前七名 就是機率最高的前七個 用圖顏色的方式 馬上幫我標註起來 那這樣我覺得還蠻OK的 所以你在統計分析 如果也能夠做出這樣 甚至你可以做個圖表出來 哇那感覺真的很很棒 OK 那數據再多其實也不用擔心 然後再來我馬上個禮拜講到 那個大樂透的下載 那延伸出去之後的話 這個上個禮拜的爬 就講到一些爬蟲的部分 那我們的那個課程 我會把影片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我們的公告區 應該是公告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那個每次上課的連結 其實你應該是要到公告裡面去找 公告裡面這邊就有第九次上課 所以第九次扣掉其中一次 那就是第十次 所以後面其實我們好像還有四次到五次的上課 所以其實實際上時間還蠻趕的 那連結在這邊 OK 那如果你要看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一樣 延伸那個樂透財 只是換成是大樂透歷史資料 但是這個資料的話來自於網路 有沒有 有72頁 那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要圖法鏈 剛剛自己慢慢C-C-V 你要做72次 而且72次做完 下一次如果還要再一次 你就再來一次 那真的做不完 每天都做這些事就好了 C-C-V C-V 雖然只有72頁 但是其實也是一個蠻大的負擔 但是如果你假設可以寫出一個爬蟲的話 哇 瞬間OK了 有沒有 甚至可以把那個什麼 我們是把它改成一個批次的 但是這裡面程式還蠻多的 總共我們好像寫了幾段程式 我記得好像我們寫蠻多段 那一段一段一個一個的sub有沒有 那其實你最後是可以把它拼湊起來 在這裡 大家都透過歷史資料有沒有 那因為時間關係啦 所以我就是把一些要點就是寫出來 然後這邊有個範本 有沒有 然後教你怎麼去抓那個網頁上面的table 如果那個table的話 你把它抓下來 它會放在這個ecel裡面 有沒有 把它寫成一個批次的 批次的話其實就多增加兩個變數啦 一個是回圈 有沒有 4ie等於1到72啦 OK 也就是72個page嘛 再來就是說放在哪一列的位置 因為你一直放啦 你如果沒有改都是A1 A1的話一直把它擠到右邊去 所以如果你不要讓它擠到右邊去 你要放到下面 那你需要多一個k 這個k的話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你會發現我蠻喜歡k這個東西的 因為只要有k有沒有 你就知道放在哪一列 所以從想說老師k是什麼東西 k其實就是你將來資料要放的正確位置啦 有沒有 所以我們像那個排名次前七名有沒有 也有個k嘛 那個k是你要放哪一列的位置 當然你說老師一定要用k嗎 沒有啦 你用x、用y、用a、用b、用c 都可以啦 反正那個也是一個名稱 那只是你個人習慣就好了 那我自己個人習慣 以前就用k 那一直k到現在就用這個名稱好了 那另外可能 就是向下追蹤這個可能蠻重要的 然後把它加1 這個上禮拜都講過啦 所以細節部分你們自己在 如果還是不太懂 你可以把上禮拜的東西 再複習一下 那再來就是刪除一些不要的資料 留下我們要的 並且做資料剖析 把它剖開來 因為它是把六個號碼放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用資料剖析把它剖開來 因為它中間是逗點還好 所以你就找到它中間分格的部分 最後把b欄刪掉 因為這個資料就不用了 然後最後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你要把總共有幾個sab 總共有五個sab 希望一次全部做完的話 那你可以另外再產生一個 這個叫什麼 整合的一個sab 然後去呼叫這些sab 所以以後你做事情 假設那個程式碼複雜沒關係 你就把它抽解 盡量我覺得切越細越好 你不要野心太大 一下想要全部事情做完 不可能的啦 所以通常是怎麼樣 把那些事情分別切開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 第一件事就是批次下載 然後再把列刪掉 再增加六個號碼 然後把資料剖到六個號碼下面 然後再刪除b 它全部做在一起之後的話 那我們大樂透歷史資料 全部就下來了 最後其實是可以再把它 利用樂透彩一樣的方法 排出我們要的編號 1到49號 然後機率算出來 最後排名跟前期名 就上個禮拜的東西 那這個我想自己再完成 這個就是作業的一個部分 其實說真的 要做的事太多了 這個其實非常花時間的 但是如果你學會 而且懂得應用的話 我相信你以後工作的效率 絕對不會太差 OK 你不會說還要用那個 土法煉鋼的方式 再慢慢做啦 那太沒效率了 你自己都覺得實在 太不OK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可以變革之後 你會發現你以後的 這個工作應該會比別人 輕鬆太多太多了 因為現在職場上真的太需要 有人把那個 就是程式的部分 導入到這個工作流程 不然的話 那個 Big Data 就是資料只會變 Big Data 所以永遠也做不完 那怎麼辦 需要程式的方式來解決 那因為今天呢 我們接下來去來看 所以請各位 再來看另外一個題目 其實題目很多 我們可能沒辦法上完全部 所以我就挑一些題目 來給各位做練習 但是如果你假設這些題目 比如每個題目 其實我都有上過 如果你假設想要學 請你在YouTube上面自己搜尋一下 應該都會有之前我上過的課 因為這是我在其他地方上課 因為我光教VBA 我教VBA已經教了超過20年了 教VBA大概15年有了吧 OK VBA這個課 所以我對於這個語言 其實算是還滿熟悉的啦 再來的話 請各位待會幫我開黑名單篩選這個範例好了 這個範例的話 其實顧名思義 就是在一個黑名單裡面 找出到底E-mail裡面是不是黑名單的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都在講說 能不能去就是把一些人 就是一些所謂的奧客 把他怎麼樣 就是不要讓他怎麼樣 就是可以 這個比如說有些餐廳 應該是可以排除那個什麼 明明他就是常常會搞怪的一些人 你其實應該可以把他加入黑名單 我覺得甚至以後是不是可以加入那個 像AI的人臉辨識之類的 反正這個人如果出現的時候 馬上就通知一下前台人員或後台人員 然後要馬上注意這個人 是不是可能會出現一些不良的行為 因為好像媒體常常在報導 尤其是有些人就是喜歡吃霸王餐 而且到處吃 然後呢即便你找了警察來 因為這種其實說沒有多少錢 警察把他帶去派出所好了 沒多久就把他放掉了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可能違罪 可能檢察官也不起訴他 算了算了 除非說他真的是累犯 可是累犯說真的 你為了這種事情 你把他抓去關起來也浪費社會資源 所以這樣怎麼辦 那當然有些餐廳也人人自為 所以怎麼辦 你需要建立一個所謂的黑名單 那黑名單不是只有餐廳吧 像那個飯店也是一樣 常常不是有一些飯 有一些人也是常常住飯店 然後喜歡惡搞人家的房間 那當然如果這些黑名單被建立之後 或者甚至這個黑名單 是不是也可以在某些行業裡面互相遊 我告訴你我們這些黑名單 如果以後這些人出現的話 那你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這樣的話我是覺得 這個應該也是還蠻好的一個機制的 不然的話 常常有這些人出現 真的會讓 讓那個經營真的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你可以看到 黑名單跟查詢名單 然後還有一個查詢結果 那這什麼意思呢 你們可以看到 黑名單這個工作表 Ctrl向下 這邊總共有2223 也就是這些都是黑名單 中間這個 那查詢名單的話 指的是這個是我要查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Ctrl向下 Ctrl向下其實你會發現只有1000 但是你再往下其實還有啦 那為什麼1000中間要分開來 其實這個資料是一個同學提供的 某個業界的同學提供 他每天都要查一大堆的名單 他說老師我每天真的為了這個事情很煩耶 為什麼 因為每天主管就會給我丟一些 這個 查需要我去查的一個名單 然後我有黑名單 可是我光查這些事情 就占掉我一整天的時間了 那更不要說我要去做別的事情 那他問我說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黑名單查詢出來的方法 那其實如果你會用Excel 真的還蠻簡單的 就是怕你不會用對的方法 那其實這邊的話 其實只要用兩個方法 其實就可以做完了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之前教過的Count If函數 OK 那Count If函數的主要的作用 應該有印象吧 Count If有沒有 他第一個參數就Range 所以第一個Range 就是你給他一個範圍 什麼範圍 就黑名單 第二個的話 就是給他你要查的E-mail 就這個E-mail 然後他如果查到的話 那就會是1 或者大於等於1 有沒有一個以上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0 0的話就是找不到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旁邊先點一下 這邊查 查他有沒有在黑名單 那透過的就是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找一下那個什麼 統計類的函數 那叫Count If OK 這個函數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將來假設你們要查資料 就是你要比對兩個範圍 或者是新舊資料 到底有哪些是不一樣的話 千萬注意 不要再傻傻 利用你的眼睛慢慢比對 我看過有人慢慢在那邊比對 真的我看過都覺得好笑 每天都做這個事情 真的太浪費時間了 你Count If一下不就OK了 但問題他不會 不會就是慢慢來 OK 那Count If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他會問兩個問題 一個Range Range的話 你的範圍就是黑名單 第二個就是Criterial 條件就是他 但是呢 Range部分的話 有個麻煩的地方 你假如要選黑名單 你變成你要切到這個工作表 然後再去點他的A2 再把它選到下面 當然記得啦 如果你要選到下面的話 千萬記得 你不要直接用滑鼠一直往下拉 因為呢 你2萬多筆 你可能一直拉很久 所以記得有個快速鍵叫Ctrl Shift向下 這樣不就可以選到了 有沒有 先點A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OK了 然後呢 記得喔 再把那個A2的2把它鎖一下 前面加一個前人符號 然後222223這邊 前面也加一個前人符號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向下填滿 那條件的話就是這個Email 那你幫我找一下 這個Email在這個範圍裡面有沒有出現 所以它很厲害喔 它一下子就幫你全部比完了 比完之後呢 發現有幾筆一筆 表示呢 它在黑名單裡面是被 就是有的啦 OK 所以理論上 應該理論上應該是1跟0 1的話就有 就是True 0的話就是False 就是沒有 所以喔 最後應該是0跟1 0的話是沒有 1的話就有 按確定喔 好 那因為我這邊前有 就是前的符號有鎖啦 所以其實按確定 你把它向下填滿 那就全部查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只要是黑名單有的 就是1 如果黑名單沒有的 那就是0 OK 這樣有沒有 蠻快的喔 不過我跟各位講喔 那個康義福這個公式啦 我是建議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有沒有 工作表這邊是金探號 然後後面呢 又要選範圍 然後又要加錢的符號 你倒不如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定義名稱 這個也是之前講過的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先把這個名稱 怎麼這個範圍 A2到下面呢 取一個名稱叫黑名單 那怎麼取比較快 那你直接把黑名單 我現在三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呢 游標放A2之後 Ctrl Shift向下 把這個A2到向下呢 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做什麼呢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給它一個名稱 還記得吧 這邊有個名稱方塊 請你把這個名稱方塊上面 輸入三個字叫黑名單 之後的話按個Enter 好 那以後的話呢 這個範圍喔 就叫黑名單 那將來如果我要存取這個範圍的話 那我用F3 它就會跳清單出來 這樣我覺得喔 公式會比較簡潔啦 所以剛剛的問 剛剛這個康義福的部分喔 其實這個範圍是可以改 你不要用剛剛這個方法 你可以換個方法 先定義名稱之後 再按F3 這邊我們電腦是要方旋鍵加F3 會多一個名稱出來 有沒有叫黑名單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黑名單的名稱 也同樣的表示 就是剛剛那個範圍 好處是 它不需要鎖錢的符號啦 直接這樣就OK了 按確定 那把它向下填碼 而且公式也比較精簡 向下填碼 OK了 好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那這樣的話 那我們馬上就可以把 所有黑名單找到了 但問題說 老實不對啊 康義福之後的話 那可是有0有1啊 那我要的其實是要1的 不要0 所以理論上喔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 把1的留下來 0的把它剔除掉 其實有幾招啦 第一招的話還記得吧 你用資料的排序Z到A 游標先放B外 有沒有 Z到A一下 它會幫你把它怎麼樣 把它1的排在前面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範圍 直接複製貼過去了 這邊有沒有 Ctrl C Ctrl V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 我剛剛Ctrl D一下 我把它負野一下喔 第一招是資料裡面的Z到A Z的話是由大到小 有沒有 這個 游標先放這邊 然後在資料Z到A 這樣子它就幫你排序了 你用排序其實OK的 OK 這樣把它Z到A 那你會發現Z到A的話 是1放在前面 0放在下面 所以馬上可以找到 就這幾個就黑名單了 那再來你可以Ctrl C Ctrl V貼到查詢結果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假如說呢 你不用那個排序的方式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招 我是比較推薦第二招 就是用篩選的 你假設啦 你不用排序的話 你可以用篩選 那一樣喔 游標放在B1 資料裡面的篩選 那篩選顧名思義啦 就像漏斗 1的留下來 0的去掉 所以喔 漏斗 所以喔 點漏斗一下 篩選 這邊有個箭頭 請你把1打勾就好了 0不要打勾 有沒有看到 1打勾喔 那你說 0沒打勾會怎麼樣 它會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留下來的就只有什麼 只有 這個1的部分 那0的部分就被隱藏起來了 那接下來一樣喔 你可以把這個查詢名單 這個範圍的資料 就是你篩選完到的這些資料喔 那底下先不要用喔 然後呢 把這個範圍Ctrl-C 再來的話呢 切到那個查詢結果 把它Ctrl-V貼上 這樣都OK的 欸 事情做完了 好 該夠簡單了吧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 最後記得再把它切回來 然後因為篩選喔 它是這樣 如果你按下去 它就會work 可是你要把它恢復怎麼恢復 很簡單 再按它一下 OK 所以它等於是按一下是有 再按一下是沒有 把它恢復 有沒有發現 它要恢復成原來的狀態了 所以你要篩選喔 B1篩選 然後這個箭頭點一下 把全選打勾取消 打勾1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把它Ctrl-C 有沒有 然後Ctrl-V貼過來 就完成查詢的結果 OK 這樣應該蠻簡單的吧 所以以後吧 如果你要查某個範圍的資料 裡面有沒有哪一些資料的話 有沒有 其實用Count-If配合篩選 或者配合排序啦 不過這裡我不太建議用排序 因為排序將來它的位置可能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還是比較推薦用篩選 那就可以把我們要的結果給變出來了 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邊 如果你要比較兩個範圍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 第一個用Count-If 第二個用篩選 這兩個 其實就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了 OK 你就不用傻傻的每天在用眼睛在那邊比對 真的喔 以後切記喔 真的不要一直用土法鏈用人工啦 因為未來的需求一定就是所謂的大數據 大數據的分析喔 那大數據分析裡面有個特點喔 資料都非常龐大 所以如果龐大的話 基本上就是不能用人工來處理的資料啦 OK 所以就大數據嘛 不然幹嘛加個大 數據分析就好了嘛 因為現在資料都是大數據 那多大啦 人工大量沒辦法 基本上大概超過一千筆 大概應該就比較適合用那種 就是工具啦 或者甚至寫個程式啦 那甚至上百萬筆都有可能喔 那個資料量當然非常龐大喔 好 所以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把這個部分先完成 兩個喔 一個是Count-If 那Count-If我有加在一個定義名稱啦 所以這個定義名稱的部分 請各位自行定義一下喔 那細節部分的話 你們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好像也應該有那個黑名單篩選 這個程式嘛 等於剛剛的步驟我也把它貼到這邊來喔 定義名稱 怎麼定義名稱 然後公式 再來就是說 後面部分我希望把它變成一個劇集啦 就是說 我希望每天做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把它變成 不需要自己手動 直接按個按鈕 自動查完 那怎麼樣自動查完這件事情 而且是跨工作表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這個部分先完成喔